接下来呢就讲一下维生素A 维生素A呢有两种存在的一个形式 第一种呢我们把它就直接叫做维生素A 它可以被身体直接利用 但是呢在肝脏里面可以储存少量 过量的话呢就会中毒 β胡萝卜素是维生素A的前身 进入身体之后可以经由肝脏转换成维生素A 那么维生素A在身体里面最重要的作用呢 就是参与了身体粘膜组织的制造 那么粘膜组织的制造材料呢 需要大量的维生素A 当缺乏维生素A的时候 粘膜组织会变得又干又燥 那么比如说当你感冒的时候 你会不停的流鼻涕 这个流的鼻涕呢 里面有很多的成分呢都跟维生素A有关 那么为什么会维生素A 为什么会制造出这么样的粘膜的东西呢 粘粘的东西呢 因为这种粘粘的东西有助于包裹续菌和病毒 然后把它排出体外 透过痰 透过鼻涕 把续菌和病毒排出体外 所以你感冒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流鼻涕的能力 其实反而是糟 因为这意味着续菌和病毒进得去出不来 出不来可就糟了 出不来就意味着它到你们家里安家落父了 但是如果你的粘膜组织足够健康 能够封闭出大量的粘液 那么就能够包裹病毒和吸菌 然后把它不用杀水 把它排出体外 到别人家去 那么维生素A的来源呢 主要呢 就是胡萝卜啦 深色的蔬菜啦 以及这个黄颜色 红颜色的这个蔬菜 里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A比较多 然后呢 在这个深海的鱼的肝脏 里面也有含的维生素A比较多 我们发现呢 含有油脂比较多的动物 一般含有A就比较多 在越冷的地区呢 这个动物呢 身体内储存的维生素A也就越多 最典型的含有维生素A 最多的就是北极熊 它的肝脏里面含有的维生素A是非常高的 如果人类直接吃北极熊的肝脏呢 吃完就会中毒了 那因为呢 这个维生素A的含量呢 就太高了 在所有的维生素当中呢 维生素A是 被证明如果吃的量过大呢 有可能会有中毒反应的一个这种维生素 不过呢 如果你吃的是胡萝卜素 类胡萝卜素 那么就不用担心 因为身体会根据你的需要把它转换成维生素A 过量的话呢 就不会转换过来 就不会造成A的中毒 所以相对来讲 国际上除了少数肝脏有损伤 肝脏有疾病的病人 一般我们不鼓励他补充贝塔胡萝卜素 或者类胡萝卜素 而是鼓励他直接补充维生素A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讲了 胡萝卜素需要经过肝脏转换成维生素A 如果这个人肝脏本身有问题 还要让他的身体再去做一个转换维生素A的动作 那么就会增加肝脏的负担 所以呢 这类的病人呢 乙肝啊 甲肝啊 或者肝脏有损伤的啦 这一类的病人呢 我们就鼓励他直接补充维生素A 可是呢 肝脏健全的人呢 我们就鼓励他补充类胡萝卜素 来改善他的健康状况 跟联膜组织有关的身体部位呢 呃 在缺乏维生素A的状况下都会有反应 比如说眼睛的干涉 弱势 夜蛮症 啊 这个鼻 咽喉 发炎 啊 身体过敏 皮肤干燥 富贵手 啊 这个泌尿系统感染 肺功能下降 头皮屑 都跟缺乏维生素A有关系 我多年的这个经验当中呢 发现呢 非常容易斩青春痘的人呢 是严重缺乏维生素A的 非常容易有泌尿 生殖系统感染的人 也是严重缺乏维生素A的 容易长期的慢性咽炎 鼻炎 支气管炎 肺炎的人 也是严重缺乏维生素A的 上述的几类的病人 都需要大量的补充维生素A 那么我有一个小技巧 怎么样可以放心的补充维生素A 或者胡萝卜素 但是保证不会中毒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补充维生素A的同时 补充维生素C 因为呢 维生素C既可以保护维生素A 同时它又可以防止 维生素A过量所造成的中毒 记住我前面讲过 维生素C是可以用来解毒的 所以当维生素C跟A同时摄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更大程度上的 放心的去使用 一般来讲 在五万单位以下的维生素A 是安全的 在十万单位以上的维生素A 使用上要比较有技巧 当然这也只是根据 目前全世界研究的报告 所做出的结论 总之到目前为止 我本人还是一样 从来没有见过 谁吃维生素A 造成严重的中毒反应 只不过看过报纸 看过一些转载的资料 然后从谨慎的角度来讲 我们也暂时延期 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在实际应用当中 我认为中国人经常逻辑上 容易搞错一件事情 经常会说 这个东西吃太多不好 一次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那就不吃为好 实际上这个结论 这个逻辑上的关系 是完全错误的 吃太多不好的意思 就是告诉你 不要吃太多就好了 对吧 所以你只需要知道 吃什么样的量 不是太多就可以了 所以我把这个量公布给大家 一般来讲 在五万单位以下 是很安全的 在十万单位以上 要比较谨慎 那你就可以掌握了 每一个健康食品 都会公布 它里面含有的量 任何一个营养素 如果它的外面 没有标明里面的 维生素的含量 我认为这样的营养食品制造 是不谨慎 我就不鼓励大家去吃了 维生素A的缺乏会造成 眼部疲劳 视力下降 胃光 然后呢 这个眼睛刺痛 然后经常头痛 啄痛 发痒 发炎 眼死增加 眼角膜溃疡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症状 甚至造成皮下组织细胞死亡脱落 阻塞毛孔 油脂无法到达皮肤的表面 从而造成皮肤又干又粗 毛孔扩大形成黑头粉刺 一旦受到感染 又会长出青春痘 青春痘 小笼包 这个丁仓 为什么会有这些症状 其实说到底都是一个原因 就是维生素A 参与了粘膜组织的构造 一旦缺乏维生素A 就会使粘膜变得又干 然后又造 那干燥的这个粘膜组织呢 就会堆积大量的死细胞 堆积大量的死细胞 就会导致发炎 因为刚才讲过 死细胞提供续菌病毒 大量的养分 所以各位学营养的时候 要把这样的一个思维 顺序搞清楚 它是有一个先后的因果关系 首先是缺乏维生素A 然后造成粘膜组织受到损伤 接着损伤的死细胞 不停的堆积在那里 接着堆积的死细胞 提供给续菌病毒养分 接着续菌病毒大量的繁殖 接着身体被迫发动炎症 进攻续菌病毒 所以我们也不处理炎症 我们也不处理续菌病毒 我们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身体缺的东西 还给身体 然后身体会怎么办 身体会迅速的修复粘膜组织 同时 怎么样去杀死那些 已经不断的生长的续菌病毒呢 很简单 根本不用杀它 只要身体没有新的养分 可以提供给它 它自己会死掉的 更何况身体还有强大的免疫系统 能够对抗它 所以不用害怕炎症 不用害怕疾病 最害怕的就是 每一天你没有采购到 身体需要的东西 买了一堆的赤品 同意吗 所以就好像一个人 他要盖一个房子 他只需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设计好 第二个买对材料 剩下的事情就容易了 对不对 对你的身体来讲也是一样 不管它发生多少种状况 对你来讲 设计是你的祖先早就把你设计好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买好材料 构成肌肉的 构成细胞的 构成血管的 构成骨骼的 构成粘膜的 构成细胞膜的 每一个材料都一应季前 令到身体各个组织都非常强健 那就不用担心任何的疾病了 对吗 切发维生素A的症状有很多 劣迹下来呢 涉及很多方面 包括头发的干燥 湿气关折 所以假设你现在是 你马上会想到 嗯 你是缺发维生素A 假设你指甲经常容易断裂 这个跟缺发维生素A有关系 你的耳朵有问题 鼻腔有问题 咽喉有问题 肺有问题 旁观有问题 所有棉膜组织有问题 发炎都跟维生素A有关 所有死细胞堆积到某个部位的 也都跟维生素A有关 这样的话 你就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的思维模式 从而呢 在考虑健康状况的时候 疾病状况的时候 懂得善用手中的资源来解决问题 也许你感冒发烧的时候 也许你觉得残形的慢性疾病 慢性的咽喉炎 直气管炎 肺炎始终调不好的时候 也许你慢性肾炎 始终调不好的时候 也许从那一天开始 你每天都炸胡萝卜汁 炸一些西芹汁 炸一些这个西兰花汁 然后提供大量的维生素A的来源 再补充适当的维生素A 很可能困扰你多年的这个疾病 就这么消除了 当然这里我要讲一件事情 当你身体缺乏维生素A造成某些问题的时候 并不见得补充完维生素A 就可以把这个症状解除 因为呢 有时候你分不清楚 因为粘膜组织的损伤 是缺A造成的 但是缺少维生素E 会造成粘膜组织没有保护 也同样受到损伤 所以营养的善加应用 就是尽可能的均衡的搭配 来完成 比如说这栋楼 由于水泥的问题 造成了这堵墙漏了 可是漏了之后 你真的只用水泥就补回去吗 因为漏的过程 泥沙也漏了 整个墙也裂了 有好几个部分都需要重新调整 所以当初是因为 表层的水泥不够坚实 造成这里漏 可是补回去的时候呢 却需要好几种材料同时补 才可以把漏的地方补回去 人体也是一样 当初因为缺少维生素A 造成这个组织损伤 但是补回去的时候 却不仅仅是补充维生素A 还要把损伤的部分修回来 所以营养的关键就是在于均衡的搭配 再说 董事实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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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